昨天中国科学院举行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首批成果新闻发布会 研究证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为一类新的越海玄武岩 并对嫦娥五号着陆区岩浆年龄园区性质给出全新的认识 在最新的研究中 科研人员利用超高空间分辨率油签定年技术 对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玄武岩研泻中50多颗负油矿物进行分析 证实月球最年轻玄武岩年龄约为21年 阿波罗的样品最年轻的是31年 而月球陨石的定年最年轻大概28、91年 我们第一次意义上说这个星球死掉了 它没有内动力了 那么这次我们的工作证明月球的内动力在21年仍然还是有的 仍然有岩浆活动 那我们就重新思考重新来理解这个月球的热烟化历史了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月球最晚期岩浆活动的成因一直是未解之谜 目前科学界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 岩浆园区中富含放射性生热元素以提供热源 或富含水以降低溶点 最新研究取得了意料之外的结果 研究表明嫦娥五号着陆区岩石园区不负极放射性生热元素 揭示了月球晚期岩浆活动过程 此外月曼园区的水含量仅为1至5微克每克 也就是说月曼非常的干 这一发现也排除了月曼初始溶溶时 因水含量高而具有低溶点 导致该区域岩浆活动持续时间异常延长的猜想 放射性元素没那么多 水又不那么多 那到底怎么溶呢 这就很有意思了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来研究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该系列成果对月球热演化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科学问题 月球冷却如此之慢的原因并不清楚 需要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演化模型 也对未来的月球探测和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 最新研究表明月球直到20亿年前仍存在岩浆活动 比以往研究表明的岩浆活动停止时间延长了约8亿年 这一研究成果究竟有何意义 后续研究又将如何展开呢 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月球是四十五亿年以前形成 到四十亿年左右才有记录 月球到了三十亿年距今 也没有任何记录 应该说月球的历史当中存在这么两个问题 一老四十亿年以前 一新三十亿年以后不清楚 能不能我们把它突破 还原月球的真实的演化历史 这是科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 把这月亮的历史从三十亿年 再延长到二十亿年 还有活动 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项成果 我们非常精确地定了这个年龄 对我们今后来通过另外一种叫 撞击坑技术法的定年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撞击坑定年法这个标定 能够对其他没有登陆点的其他地区 和太阳系里面其他的星球 进行类似的定年 这个年龄是我们认识一件事物 一个星球的最基础的这个阐数 2021年7月 嫦娥五号任务第一批月球科研样品正式发放 国内共有13家科研机构获得样品 中国科学院设立重点部署项目 嫦娥五号任务月球科研样品综合研究 以月球科研样品的基础物理特性 物质成分为研究对象 解构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的特性信息 此次发表的四篇科研文章 是该项目取得的首批研究成果 后续我相信对于月球的研究 对于天体的研究 对于行星科学的研究 应该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